大家好,我是李晴 充满能量的那个空间里头 有的时候大师也给开示 每天每天都是好几个小时的陪伴 那种陪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所以时间好快就过去 哗一下子 就好像还在那里期盼 他们是和汉三课的到来 一下子一晃已经过去了 有大师的陪伴时间过得太快了 尽管上课的时间很紧凑 每天都是我在这里的澳洲时间吧 前面一段时间是半夜12点钟就开始了 课程就开始了 我一般都要在课程的提前一个小时 起床然后开始清洗啊 然后准备瑜伽 最前面的前面一段是我这里的时间 是夜里1点钟 也就是北京的时间10点钟 后来大师把时间提前了 在我们这里的12点夜里12点开始 也就是北京的时间9点钟就开始上课了 我一般提前一个小时起床 那也就是在过往 以往还没睡觉的时间我在这里就要起床了 其实在床上真正睡觉的时间也就两个小时 然后呢 因为下课时间晚嘛 家里有好多事情 等着弄完了以后到上床的时候 9点钟 满打满算9点钟10点钟上床 然后11点钟就应该起床 11点钟就该起床了 真的是 所以呢 是属于高强度的 真的是属于高强度的 那个课程还安排全是大师亲手安排的这些课程 含金量非常非常高 在这个课程里头要说内容 简直涵盖的内容 我无法说了 真的 最初几节课我就在那想 啊 已经把什么圆满啊 四大力量啊 什么生命的多少层次啊 什么 这个 这个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在出头几个 讲完了 后面还在讲啥呀 这不大师的最精华的东西全部都在这里头了吧 然后每天大师都来给我们点花打赏 又让我们进入一个更高的能量空间和能量场里头 去那种遨游啊 然后呢 后来就给给我们的 呃 就是过往大师的那个课程里头所没有的内容 就开始密集开始往上上 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内容 呃 应接不暇 有种应接不暇 但是同时人有 呵呵 那种习性在那里 就想着 嗯 有时间休息就好了 所以呢 真正的把时间精力放在最集中火力 就是在大师来搭上的时候 总是能希望自己能搭起精神来 和大师有一个更好的连接和 嗯 嗯 这种感应啊 嗯 就是这个叫电子纠缠 然后让大师带着我们在呃 不同纬度空间去熬游 让我们能量呃不断的往上升 一直大师不断的不给我们搭上 就是湿瓦的能量啊 带我们去开拉萨呀 嗯 这里头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 每个同修都在那里 和后再分享他们的这个上课时 大师给点话 开始 嗯 和这个能量的这个时候 的那些 每个人的有的不同 各种各样不同的感应 丰富极了 真的丰富极了 这这这种课 一个阿凡达 亲自代课 上经过的21天 真的 无法用言语回答 无法用物质来衡量 更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 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太丰富了 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大师的感恩感激 经常会眼泪情不自禁的往下流 就是对大师的那份感恩 嗯 融化在大师的那个能量场里头 你一定值得拥有 谢谢你的收看 Lidia Nanda 在那边 筝费 在对大师的感受 欢快 嗯 有人